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动着嘴唇一个字一个字的拼读 观观熊 他在读什么书呢? 马拉美的诗?哇 感觉好深奥啊 我都不认识马拉美 是啊 马拉美是法国的一位诗人 有些诗歌写得很难懂 所以 这里作者用他读马拉美做例子 来说明他喜欢看的书很怪 接下来 观观熊 你能说说他读书的样子吗? 作者说他读书的样子就像小孩子一样 怎么会像小孩子呢? 那请你想一想 小孩子是怎么读书的呢? 怎么读? 嗯 比如我 我就喜欢拿手指指着字 一个字一个字 手指头指到哪儿 我就读到哪儿 那你是在心里默读 还是读出声来呢? 我喜欢朗读 就是读出声音 嗯 那你看 作者写他怎么读的 说他 动着嘴唇一个字一个字的偏读 是不是很像小朋友读书的样子呢? 你说得对 他读书的样子和别人不太一样 就像是刚上学的小学生 读书读得特别慢 感觉特别认真 是的 这样就把这个人读书的姿态 动作和阅读的速度写出来了 而且呢 我们还能看得出他读得认不认真 素材练一练 冠冠熊 你能来描写一下一个人在读书时的样子吗? 我可以学习素材里的方法 看看他在读什么书 读书的样子像什么 观察一下他嘴巴的动作 他眼睛的状态 脸上的表情等等 说说他读得是否认真 哇 冠冠熊 你真棒 举个例子 比如说 写一位读书的同学就可以这样写 他读书时很认真 有一次我发现他在读《哈利波特与火焰杯》 只见他嘴里嘟囔着什么 眼睛紧紧盯住书 好像要钻进去了 哇 这书可真吸引人 他读书的样子真有趣 那还能怎么描写呢? 嗯 除了看到的 我们也可以说说听到的 他读书时有没有声音 发出了什么样的声音 这样也能把一个人读书的状态写得生动形象呢 原来是这样啊 那 就来考考你吧 请你去观察一个人读书的样子 用一两句话来说一说或者写一写吧 你可以观察一下 看看他读的什么书 读书时有什么动作 发出了什么声音 脸上的表情是什么样的 眼睛的状态又是怎样的 赶快思考思考 说一说或者写一写吧 期待你的小作品哦 谢谢观看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坚持打卡好习惯 变身写作小达人 还将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 另外 别忘了参加屏幕下方的讨论 和其他小伙伴一起交流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